美军首次进驻石原岛 对台湾虎视眈眈 一边谋划在日本建立导弹链 一边妄言钓鱼岛是所谓日侠领土 见指中国意味明显 究竟美日近期做了哪些小动作 而这背后又是什么图谋 请收看本期《新闻》 美军首次进驻石原岛 距台湾仅270公里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 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据外媒报道 美国首次进驻距离台湾 仅270公里的石原岛进行演习 不仅如此 美国还谋划在日本建立一条导弹链 并宣称钓鱼岛是所谓日侠领土 这一系列举动舆论解读为 针对大陆的意味十分明显 究竟美日近期都进行了哪些小动作 而这背后又是什么图谋 就这样的话题 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我们邀请到的是 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 北京社科院谈研所的研究员 张华先生 欢迎二位 主持人好 张教授好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李红好 赖记者好 各位观众 大家好 美日最近举行了联合的军事演习 而打的旗号是所谓 针对中国的军事威胁 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据外媒报道 美日两国近日在九州西南部 冲绳南部和北海到北部地区 举行以离岛防卫为主题的 大规模联合演习 报道称 美军还在演习期间 首次进驻距离台湾 约270公里的石原岛 被解读为是在为未来 在台海开辟第三战场做准备 不仅如此 有美军将领向日媒透露 美军与日本自卫队 面对所谓中国的军事威胁 正在评估于冲绳县等西南群岛 建设整件储备维修的据点 以提升台湾海峡等地 发生紧急事态的因应能力 我们知道石原岛距离台湾非常近 只有270公里 为什么选择在这里 是想要威慑什么吗 我们看到这一次 每日在这个地点选择 是非常的有讲究 首先石原岛是距离 我们中国非常的近 我们看到石原岛 刚才已经提到了 它距离我国的台湾岛 仅仅有270公里的距离 距离我国的钓鱼岛 有170公里 在石原岛上 实际上是完全可以接收到 我们中国大陆福建省 和台湾岛这样一个广播的信号 就组建这个地方 距离我们中国是非常直近的 那距离日本本土 实际上就非常更远了 比如说距离日本的东京 有270公里 哪怕是距离它所属的 这样一个流气群岛 这样一个中心城市 也有400多公里的位置 所以首先它选的这个点 是因为石原岛距离我们中国特别近 这实际上要印证了 刚才已经提到了 它是用这样一个石原岛 然后来进行所谓的震慑和威吓 我们中国大陆 这是第一个层面 它距离我们中国非常近 第二个层面是石原岛 是相对比较大的 在这样一个流气群岛的地方 实际上真正距离我们中国 包括台湾更近的是宇纳国岛 但是宇纳国岛 它的这个面积非常之小 而这个石原岛相对比较大 有200多平方公里 也就是在我们北京的话 海淀的这样一个 一半大的这样一个地方 而且石原岛 它上面的人口有5万多人 现在要这一次的军事演习 有6000多人 放在这样一个石原岛上 相对它沾转腾腾的空间是有的 所以相对与大国岛而言 它是面积更大 在这样一个开战演习的条件 更加具备 除此之外 还有第三个层面的原因 在于说 它这个石原岛本身 这个不论是美国 还是日本进行了长期的经营 而且在日本层面 我们看到前几年 已经派驻了陆上的自卫队 在这样一个地方 有这样一个驻扎的动作 所以对它这样开战军事演习 相对有存在这样一个便利的条件 是的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 美日此举就是为了因应将来在台海 可能会发生的战事 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各方的分析 那么美日选择在这里 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他们都演习了什么 什么样的课目 主要针对的是什么样的战事 美国跟日本的这一次的联合军事演练 它是从这个月的14号开始 持续17天 一直到这个月的31号截止 这次动员的部队有6000多人 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就有5000多人 美国的海军陆战队队员 有1000多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那主要演练的对象 是日本的九州跟冲绳的陆上自卫队 以及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驻守日本的这些队员进行联合演练 他们的演练的科目 基本上来说是分为几个 第一个就是对于登陆的这些敌军 也就是说对手 一般来讲指的就是解放军 我们一般估计他的假设目的是如此 也就是说如果解放军登陆了 到了离岛去 那美国跟日本如何联合协同作战 来击退登陆的这个对手 这些敌军 那在作战的过程中 一定会有三患 这个三患要如何把它后送 那当然对于一些重要的军事基地 要进行怎么样的一个防卫的这些科目 美国跟日本如何使他们的语言 命令还有他们的通讯系统能够畅通 所以这次还有把鱼音直升机派来 主要的他的任务就是空头 以及把伤员后送等这些任务 那当然除了在九州冲神岛还到了石渊岛 到了石渊岛离台湾的这么的接近 我想大家都已经很清楚的知道 日本的目的 美国的目的 那也就是要在台湾的周边举行这样的一个联合军演中 一方面对于主张台独的民进党释放出强烈的讯号 让民进党可以去利用 二方面好像是在于旅行美日的安保协定 也就是根据美国跟日本的安保协定 美国有义务要去协防日本 也就是说当日本受到攻击的时候 美国要有义务来跟日本联合作战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美国好像是在履行它的条约 履行它的安保的协定 另外一方面就是把日本抓在手中 也就是美军是人数比较少的 日本的陆上自卫队的人数是比较多的 也就是主要还是日本在打这场战争 但是是由美国来主导指挥这场战争 所以演练基本上是以美国为主 而看起来被演练训练的对象是日本 那我们一般留意会在石渊岛 因为美国在这段时间 在琉球群岛的附近 对于有很多有渔民居住的这些岛屿 都加强了军事的设施 那它称之为跳岛战略 把这些军事设施强化以后 那让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或是美国的这些空军 他们可以作为转场之用 看起来他们在这一次做的 就是在于九州 因为它离中国大陆比较近 琉球群岛 那么进行封锁的这样的一种作为 看起来美国跟日本 在强化他们的联合作战能力 看来二位都认为说 美日这次联合军演的指向性 实在是太明显了 那么不只是在石原岛 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习 美国还在日本的西南群岛 建立了军事储备和维修据点 要打造一个导弹链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此举 是 我们看到 美国在印太战略这样一个军事部署上 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调整 包括现在我们要讨论的 不论是琉球群岛 石原岛 包括我国的台湾地区 实际上是美国第一岛链 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那它确实是把第一岛链 作为遏制我们中国的第一条线 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年 美国的军事战略 军事策略 实际上是在发生慢慢地调整的 它的战场的预制 实际上又慢慢地有第一岛链 向第二岛链进行转环 所以我们看到就第二个方面问题 就在这个战争的形态上 美国也发生了变化 以前的时候在石原岛上 或者是包括这个琉球这一个地方 它的这样一个军事的部署 更多的是比如说陆军 海军 空军 然后主要的任务是要 这个防止这个所谓的登陆的动作 那现在它的这样一个战场的形态 包括战事的一个打法 更多的是强调所谓的封锁海峡 以及弹道导弹的这样一个防御动作 所以刚才你提到说 在石原岛包括日本整个这条 第一条岛链上 更多的是部署导弹 拿导弹然后来封锁这样一个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个潜出太平洋 这个一个通道的一个动作 而且也是针对我们的这个 尤其中程导弹这样一个 可能的打击的动作 然后进行弹道导弹这样一个部署 所以第二个层面 它的这个战术战法 也在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 而且我们看到现在美军公开公布的 它在印太地区的作战方式 比如说分布式的海上的一个作战 以及把这些包括石原岛在内的很多这样一个点 作为这个远程前进的一个基地 也就是说它仅仅是作为一个基地而已 它更多的这样一个人员武器装备 是在后撤到第二岛链 比如说关岛这样一个地方 而这样腾出来这个美军的这个军力 以及武器是让包括日本 甚至于说韩国 以及其他的一些盟友 然后来进入这些岛 当成美国来制衡我们中国的第一条岛链上这样一个棋子 而毫无疑问 在我们这个我们强大的这样一个军力面前 这些所谓的第一岛链上 这些不论是人员还是装备 毫无疑问都最终成为美国的这样一个炮灰 是的 所以我们也观察到 美日之间的合作是越来越频密了 美国不但加强自身在日本的军事部署 而且也在壮大日本本身的军力 接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据台媒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访问美国期间 美方妄言对日本防卫承诺 涵盖所谓所有日下领土 包括钓鱼岛 不仅如此 日本陆上自卫队本月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展联合训练 日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派兵力首次参训 双方还进行海马斯系统实弹射击训练 对此有分析称 近些年日本持续军事扩张 最近还计划增加在九州的自卫队部署 而美国也在持续向日本提供先进武器 包括F35战机 战斧导弹等 美日之间的战略沟通也越发频繁 美国画的大饼也越来越大 我们看到美国在做出和日本进行深入合作表态的时候 宣称了钓鱼岛是所谓的日下领土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发出的这种错误的言论 我们知道在过去美日的安保 它就有把它的防卫的范围不断地再扩大 那后来扩大说美日安保涵盖在钓鱼岛内 但是美国一直强调对于钓鱼岛的主权 它不持立场 换言之也就是说 它不认为钓鱼岛是属于日本的 可是它也不认为钓鱼岛是属于中国的 那它的逻辑就是我不持立场 这个正义由中日自己来解决 但是它当初把这个行政管辖权交给了日本 在当时就引起台湾强烈的不满 台湾兴起了一股很强烈的保钓运动 这个台湾跟香港等大家联合来保护钓鱼岛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知道问题很严重 问题很复杂 那现在它为什么会重新改变它的主张 大言不惭地说钓鱼岛是属于日本的 这个很明显的就有背于美国过去的立场 也有背于这个钓鱼岛属于中国的这个历史地缘的所有的资料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它的原因在哪里 是因为美国它发现它打台独牌没有用 它过去打台独牌是希望透过打台独牌的方法 来向中国大陆威胁 或者是向中国大陆说我把它当成筹码来交换 可是我们很明显地看到现在谁打台独牌 谁本身就会受到中国大陆的抵制 没有任何好处 所以打台独牌打台湾牌已经失效了 那美国现在要怎么做呢 就是要打日本牌 要用钓鱼岛做影子 对日本释出一个讯息 说我承认钓鱼岛是你的 那你就应该因为了钓鱼岛 保护你的国家主权来跟中国大陆作战 这样的情形把钓鱼岛做影子 来引爆中日之间的矛盾跟冲突 对美国来讲是有利的 马云九执政时期 我们两岸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倡议 联手来保护钓鱼岛 现在美国认为机不可思 因为是民进党执政 既然是民进党执政 那因此他就借这个机会 把钓鱼岛宣布说是属于日本 民进党到目前为止不吭声 他以为将军就能得逞了 其实美国的承认没有用 因为在国际之间是讲究实力的 讲究国际法的 也就是要遵守国际法 要遵守国际公法 我们知道钓鱼岛 不管是在地缘上 是属于大陆架的延伸 即使你美国说了 也没有什么用处 美国到处煽风点火 看来是企图利用钓鱼岛问题 来挑起中日之间的矛盾 那么美国现在在接连的 要把他的海马斯F-35和战斧导弹 部署到日本 而日本也是主动地和美国打配和 企图在防卫政策上进行转向 那么所有传递出来的 这些美日合作的信号 是不是相当危险的 是 我们看到现在的 当今的局势并不太平 在欧洲有所谓的俄乌冲突 现在中东这个战火也冲燃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在美国国内就有一股声音 以至于说你美国所谓的 重返亚太也好 或者说这个印太太平衡也好 等等这些策略 是不是会因为这些 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战事 而有所放缓 或者说甚至所转移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答案 美国仍然是把我们中国 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仍然要搞所谓的大国竞争的战略 在大国竞争战略当中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策略 就是要挑起我们中日之间的矛盾 刚才您提到了 美国现在要再次妄图挑起 这样一个钓鱼岛的争端 除了钓鱼岛争端之外 实际上在台海地区 它也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动作 至于说日本为什么主动的 还要配合美国这样一个 所谓的企图 在日本的这样一个民族性格当中 它永远是与所谓的强者为伍 在我们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 虽然我们中国国力日益的强盛 但日本国内仍然盼着说 中国现在还是消逊于美国的 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也要抱紧美国这样一个大腿 更重要的是 日本由它内心所谓的这样一个小九九 它有内心的一个企图 它的企图就要实现 所谓的二战之后的 这样一个正常国家化的一个进程 现在要借着 中美战略博弈的一个态势 尤其是要利用 所谓的台海局势的这样一个紧张 然后来炒热 这个日本国内 对于这个 走这种所谓的 我们中国大陆讲的 这个军国主义一个道路 以及实现它所谓正常国家化这样一个 国内民众的一个支持 同时也看准了在中美战略博弈的进程中 美国是需要日本这样一个国家 作为一个前沿的一个政绩也好 作为一个棋子也好 所以它也主动的嵌入到美国的 印太战略当中 然后在其中扮演相关的一个角色 而且美国方面在亚太地区还拉拢了很多的盟友 比如说建立所谓的美日韩的连线 而且跟澳大利亚还有台湾 要建立起一个所谓的军事协作关系 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据台媒报道 随着印太区域安全议题升温 韩国 日本及美国已建立三封安全热线 有民意代表质询台湾地区是否具备 与美日韩的热线 台外事部门回应称 所谓台湾有办法在紧急时与重要盟友双向联系 台外事部门宣称 台湾地区同美国 日本及澳大利亚建立了合作平台 但台舆论直言 所谓的合作基本局限于 类似海上灾害对策等领域 对台湾在紧急时刻的意义并不大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 美国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是拉拢日本 它想实现的是美日加的新的军事联动模式 而且要从东北亚扩展至南太平洋 渗透到印度洋和大西洋 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 美国在军事上这种掌控的布局 其实主要的还是在于 美国的实力不行的 美国它很清楚知道 根本没有所谓的第一岛链了 中国大陆早就突破了第一岛链 它设在最前线的军事基地 反而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 所以美国往后撤了 它把它的防卫圈往后拉了 之前是延伸到最前面 现在是拉到第二岛链 那也就是以夏威夷 澳大利亚 甚至连关岛他都认为不能构成 他的主要的防御岛链了 所以他往后退却 往后拉的情形下 那他怎么办 他的做法就是连接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来闹事 所以他要想方设法把这些周边的国家 由美国来跟他牵引 因为他知道这些国家都依赖他 既然这些国家依赖他 那他就可以把他们连接在一起 最主要的 他又把他安古鲜逊族 把他拉进来 也就是说把澳大利亚 把英国 把加拿大 拉到这边来的时候 再透过北大西洋工业组织 把他引住亚洲 然后让他们 形同跟东盟的这些国家来连接 这就是美国的一个战略目标 他又知道印度跟中国大陆 有领土上的矛盾 所以他就去勾引 牵引印度 然后加入这个四方论坛 然后又用印度的力量 希望在南亚这个地方牵制中国 来进入这样的一个大的包围圈 这就是美国所利用的一个目的 但事实上 美国的军力实在是不行的 美国他所连接起来的 这一些所谓的双边 或是多边的军事联盟 或是军事组织 或是各种会谈 等这些形式上的联盟 基本上来讲是没有意义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早就具备有 区域巨子的作战能力 在区域巨子的作战能力中 在东海 在台湾海峡 在南海 在这个附近里面 中国本身的军力 不管是海空军 不管是陆军 中国的或是战略导弹部队 中国都具有绝对的优势 或是相对的优势 所以美国即使组建这样的一个联盟 基本上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我们看到有的舆论认为说 台湾当局跟美国展开的这种所谓的联系 其实在台湾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 意义并不大 而且没有办法实现双向联系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台当局 所谓的这个重要的盟友 一般指的是美国和日本 分别从这两个国家来看 在美国和台湾方面 我们强调是军事安全层面 实际上已经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联系了 之前我们看到美台之间 所谓的军事关系的时候 更多的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装备 而武器装备有所谓的防御型 慢慢的向进攻性的一个转变 除了出售这种硬肩的武器装备之外 美台之间的这种军事的联系 包括刚才您提到的这种双向的这种联系 实际上是在慢慢的一个建立的过程当中 除了现在美国派教官到台湾岛内 进行这样一个训练台军的动作 还请了台军到美国进行训练等等 这都是军事联系 非常重要的组织部分 除此之外 哪怕是在它这样一个指挥系统层面 实际上双方也已经建立了基本的一个硬件 我们知道现在台湾岛内的台军 已经从美军引进了所谓的C4RSR这样一个系统 现在虽然没有跟美军的这样一个印太总部 进行连结 但据说已经预留了相关的一个结口 所以美台之间这种军事的双向联系 已经慢慢地在铺陈当中 除了美国之外 我们再来看日本 日本实际上是台湾这几年强力要强化关系 尤其是这个军事安全关系 一个重要的一个对象 那根据台湾岛内的媒体报道 在2019年的时候 台湾当局曾经试图向日本来问询说 能不能来共享关于我们解放军的海空军的这样一个情报 据说当时日本并没有给台湾当局有任何的回复 但是我们看到在2022年的6月份 日本在驻台的这样一个办事机构当中 已经有了这个日本防卫省的一个所谓的文职官员 而据外界的猜测 可能是就是为了进行台日之间这种情报的交换的动作 等等等等 也就是说现在台湾最看重的美国和日本这样两个国家 已经跟我国的台湾地区建立了某种所谓的这种双向的联系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的是 这些所谓的双向联系 就如同刚才您提到的是说 现在可能是基尼这样一个铺陈阶段 并没有真正的进行演练阶段 它的真正的时效是什么 但还要打上一个问号 同时更重要的是 我们知道现在台当局不论是以美谋独 还是以武谋独这些动作 最终都不可能改变我们中国大陆 要这个实现两岸统一这样一个决心意志 尤其是在这个两岸这样一个强大的军力的差距面前 这些所谓的跟外部势力勾连动作 都不可能来这个改变两岸统一的一个进程 美养当局的自以为是靠上了美国这棵大树 但是我们看一下美国在全球的布局 不能看出台湾只是美国棋盘上一颗小小的棋子 那么台湾当局目前的这种被靠大树的自信 岛内舆论是如何评价的 不管日本 美国 澳大利亚都是如此 这三个国家跟台湾所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海上救助 也就是海上救难的 但是很明显的民进党政府是故意的要过度解读 民进党政府故意解读的目的 主要的是要欺骗台湾的民众 欺骗那些台独者 要告诉那些台独的说 你看我们有美国 日本跟澳大利亚的支持 所以如果一旦台湾有事 就是他们有事 他们就会释放响应 来介入台海之间的战争 但是也有可能是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故意在误导民进党 故意给他们虚伪的承诺 说你有事我们就会进来帮忙 这就是安倍晋三所说的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让台海之间不稳定 不安定 冲突 他们想借由这个方式来削弱中国大陆 目前发展趋势非常顺利的 这样的一种大环境 或是一种大战略 这就是美国他们在打这个牌 所以其实思想清楚 脑袋清楚人 都知道他们是在故弄邪虚 在故意引导 在欺骗 在隐瞒 这就是他们常玩的手段 这也就是民进党最常玩的伎俩 近年来美国居心叵测地 将中国定位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 并要求盟友日本和自己保持战略一致 岸田政府则是积极跟进 回应美国的大国竞争和印太战略要求 大肆炒作地区敏感热点问题 美国 日本等个别国家 不断虚化掏空一个中国政策 挑动两岸对抗 中国也必然用实力做出回应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主持人张教授 各位朋友 再见 谢谢 再见 好 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